沿着美轮西提案行进的两铁自行车道 在中正桥至金华桥段 接获民众反应是个三不管地带 沿线路灯照明故障 整体环境阴暗恐造成治安死角 有线议员张美慧日前前往会刊 希望政府观光处重视 让民众有个良好安全的休憩空间 日前申议员张美慧服务处 接获民众反应 华联市中正桥往金华桥沿岸两铁自行车道 指标2至2.5公里路段 沿路置业繁茂加上三不管地杂草重生 以及路面湿滑沿线路灯照明故障不亮 整体环境张乱存有安全疑虑 于是县议员张美慧日前来到现场 和县府观光处建设处会刊 希望获得妥善解决 那有民众说 从中正桥往金华桥这一段的两铁自行车道 它是阴暗然后树木也很杂乱 那可能路灯这个照明也有这些 可能这个不是很完善的一个状况 那还有这个路面树叶的一个堆积 所以会有这个湿滑的情形 可能也会影响走路跟其单车民众 可能容易滑倒 那这个状况我们请县府 这个主办的承办的单位 有包含有建设处 有观光处的相关全责单位 要能够加强围管 让民众有这个良好的一个休憩的空间 那因为这里自行车道可以骑到出海口 那我们也很希望美伦西的这个沿岸 都能够在这个整治治理过后 是一个花莲市市中心 那很好的一个清水的一个河岸 那也可以说是花莲市的这个 很重要的一个休憩的一个据点 那如果有很完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相信民众的休憩的品质 也能够大幅的提高 因为出入口的改善 使用率提高 赵美惠除了向县府反映 也会通县府观光处 观光产业科科长陈永南 建设处水利科科长张世佳等人前往了解 不过会勘前观光处已派员整理过 赵美惠希望良铁自行车道的环境围管 未来能够确切落实 让民众有一个安心安全的休憩空间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